中東局勢持續升溫 近日傳出伊朗將對以色列進行報復攻擊 德國旱沙航空日前先宣布 將暫停所有飛往伊朗德黑蘭的班機 奧地利航空也宣布 4月18日前將停飛所有飛往伊朗的航班 俄羅斯奧倫保市當局表示 由於溶雪引發的歷史性洪患 導致主要河川潰堤水位迅速上升 12日呼籲1.3萬居民立即疏散 熔冰引發的洪水導致流津哈薩克 注入離海的烏拉河等主要河川氾濫 迫使俄羅斯的烏拉山西伯利亞地區 及哈薩克超過12萬人撤離家園 土耳其觀光大城安塔利亞13日 稍早驚傳纜車意外 塔柱坍塌導致纜線瞬間松弛 其中一個車廂直接撞上該柱爆開 造成一死七傷悲劇 其他25個車廂共計有184人 受困空中數小時 2019年4月15日 法國著名歷史建築巴黎聖母院 殘遭注容之災 在大火五周年前夕 法國當局宣布 聖母院的修復工作即將完成 有望於今年12月重新對外開放 新唐人雅台電視整理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